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到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五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福或禍 由正方马锦鸣慈善基金马晨端起纪念中学 对反方正公会雷明才中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的辩元 正方主辩卢文婷同学 正方第一负辩汉谦恩同学 正方第二负辩李冠瑞同学 正方结辩李津南同学 接下来是反方的辩元主辩张云同学 第一负辩钟卓彤同学 第二负辩谢明娟同学 第二负辩谢明娟同学 结辩梁柏轻同学 第二负辩谢明娟同学 第二负辩谢明娟同学 中文辯論隊前隊員馮偉俊先生 本行比賽分為主辯,台上發問,一負、二負,台下發問,結辯共六個環節 台上邊緣發言時間為4、3、3、4 每位台上的邊緣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一丁的提示 丁,時間到會有兩丁提示 丁丁,過時15秒則會有三丁的提示 丁丁丁,街時本人將打斷邊緣的發言,並且提醒評判扣分 詳細的蔡規早前已發佈與各參賽學校,請問雙方主辯對蔡規有沒有任何問題? 好,沒問題的話,比賽正式開始 現在先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準備好請說聲可以 可以 開了,你好 好 是,準備好請說可以,然後就可以開始發言 可以 可以 是不是在計時? 是呀是呀,因為我計時開始,我叮一聲,好嗎? 好 可以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變題是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 但我覺得在這題變題之前,才了解什麼是元宇宙 元宇宙這個名詞,最余出於一本小說說筆 裡面就說到說,元宇宙是一個虛擬實境化的網絡世界 就是當中人類可以創造一個虛擬化身 並以第一視覺在虛擬平台進行各類活動 自從出現了元宇宙這個概念之後 以那名為Meta的Facebook公司都開始發展元宇宙平台 同時都發展著虛擬實境,方丈實境等技術 去帶動其他公司都開始發展 隨著元宇宙的發展,社會開始出現了更多的聲音 去討論發展元宇宙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 而我方今天審視辨題的標準就是發展元宇宙 是怎樣令到我們的生活質素提升 從而令到我們得到更多的福祉 我方今天贊成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的原因有二 第一,元宇宙所帶來的沉沉式體驗 能夠有效滿足人類,慾望從而帶來幸福感 剛剛我們也提到,元宇宙裡面需要這些技術 令到我們可以更加感受到虛擬平台之中 仿如森林奇景的感覺就是我們所說的沉沉式體驗 在元宇宙裡面,我們可以做到平時做到的事之外 我們也可以做到一些我們沒有那麼容易做到的事 例如我們可以去阿爾卑斯山話說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多錢和時間 我們要浪費坐飛機的時間 還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做這件事 如果我們可以進入元宇宙去滑雪的話 其實我們體驗到的和真實的感受也是差不多 還可以省到錢和時間之餘 請問有方同學這樣做法不是更加有效率嗎? 人類想做的事其實正正就是我們的慾望 而我們可以透過滿足慾望去獲得幸福的感覺 現在我們發展元宇宙就可以令到我們這麼方便 發展有效率去滿足我們的慾望 那元宇宙不是正正為我們帶來福祉嗎? 第二,發展元宇宙可以同時間推動周邊科技發展 並可以應用於不同的領域去祝福人類 元宇宙裡需要虛擬實境等技術 所以我們要發展元宇宙 必須發展周邊的技術 而現在科技發展可以應用於不同的範疇 例如技術高要求的航空業 以前沒有虛擬實境的時候 他們都只是可以聽理論 他們並沒有那麼多機會可以讓他們實踐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虛擬實境 我們就可以給他們一個機會 可以有一個更真實的機會 讓他們模擬飛行 令到機師可以累積是非經驗 才正式投入飛行 提供一個更安全的航空服務 保障人類的人生安全 難道這些對我們來說不是福嗎? 最後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元宇宙可以給人類幸福和福祉 但你們仍然覺得元宇宙是福的話 那你們覺得幸福是什麼? 難道停滯不前 永遠停留在這裡 就是你們心目中的福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為什麼不直接 什麼都不好發展?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28秒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的主編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趕可以 可以 是嗎?是嗎?是嗎? 聽不聽到? 聽到 好可以 叮 剛剛主席提判在序 大家好 剛剛有方提到 我們人類究竟應該應該 停滯不前 還是繼續向前 我方就覺得 人類的確是要向前的 但不一定要通過元宇宙 這些高風點的方法 繼續向前 所以有方是不承認的 變成一片關鍵字印 吾宇宙 是指任何東西 包括人 和任何事都數字化 樂趣觸出現實世界 和虛擬世界 做到現實和虛擬無共捷軌 即是虛擬世界 看一個合作人的感官 和影響來構建出來的 非物質世界 例如可以做運動 娛樂和旅遊 至於我 可以參考東漢文字工具詩 說文的註解 和、害也 意思是災害災難 事實上不同的旅程 虛擬世界已經存在了很多年 例如遊戲丹 我方今日沒有完全反對虛擬世界 以後元宇宙的塵陣式 可以會放大虛擬世界的規處 因為元宇宙是一般的虛擬世界 和現實更加貼近 另用了可以有一個 塵陣式的體驗 甚至用了虛擬角色 更加有作用感 而是更加長時間 在元宇宙裏面 我方行動的變態 的標準就是發生元宇宙 會不會阻礙人類的心心 和社會發展 並不可避免的禍害 而我方行動的方便是 至於現有的元宇宙技術 已經帶出以下兩大事的存在 和影響深遠的禍端 第一,元宇宙會選擇人類的精神健康 在元宇宙裏面 應該可以設計 改造自己的愛貌 社會地位 尋量多寡 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任何人 和現實生活中的自己 可能截然不同 但他們由元宇宙 回到現實世界 就會產生強烈的落差 而穿著電子遊戲 社區 心理健康的非移民 組織 take this的現場 其中類似以 裴迪力指出 如果用家 可以更加喜歡 他們的虛擬生活 或者他們的化身 甚至靈靈在真人的上面 就對他們的現實世界 難以產生負面影響 包括自信心 快速感和社交焦慮 而由於元宇宙 不如在虛擬世界 更加的真實 除了視覺和聽覺以外 最觸覺和錯覺 加上元宇宙的虛擬貨 和貨擬互相流通的 尋尋式的體驗 領用一代 極高 因此更加容易 因為接受不到元宇宙 和現實世界的落差 而出現以上的精神問題 第二 元宇宙屬於法律空白的世界 很多保障用戶的權益 因此 現實世界對於網絡世界 各國仍可以實行管治 例如有人在網上發佈仇恨言論 都會被檢控煽動意圖罪 但對於虛擬世界 各國仍可以用地獄性 來進行管治 但是要注意的是 如果在虛擬世界 發生了負擬傷害貨擬事件 按照各國現有的法律規定 發授保障 或者制裁換世界的自然任 突然不可以對虛擬 為何構成負擬傷害貨擬罪 而發生虛擬平間 亦只會疑同傳播 由毋惡分罪 而不是平間罪 簡單來說 都是 現在性文的虛擬世界 雖然不可以完全沒有現實世界的 法律管治定罪 但各國的定夫 或者公司 一樣是有管治權的 而根據發生互聯網 和虛擬世界 和元宇宙的Groboros公司所指 元宇宙將會神秘中心化制度 也就是說 元宇宙是屬於用戶自己的世界 某個中心化方法去管治都可以 而風景堂先生 馬修科雷都說明了 元宇宙是開放式的 並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或者企業 換句話說 元宇宙是屬於沒有人管兜的世界 現實的法律並不適應在 如果恐嚇、性侵、誇獎、誇獎、誇獎等 都是元宇宙的發生 但是又沒有法律可以規管的時候 更加無法保障用戶的權益 形成犯罪性行之禍 最後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你們應不應同元宇宙應該有司法制度 假如應同 又有什麼方案貼合都以上元宇宙的特性 多謝各位 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45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的辯員 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辯會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然後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於限時到達10前15秒 會有一丁的提示 丁 時間到則會有兩丁提示 丁丁 接著就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的辯員 向正方主辯提問 請評判留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法完次序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的辯員發問 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和說可以 可以 丁 主席朋友有方同學在序各位大家好 剛才我方主面已經問過你 難道停滯不前滯永遠停留在這裏 就是你們心目中的福嗎 你們同學是沒有回答過的 你們一直在說不同的東西 其實根本是沒有正面回答過 而現在我想問回有方同學 難道這個世界有科技發明的時候 揚人類是禍的嗎 想問問如果真的有的話 請你指出吧 你們沒有講過的 請有方同學正面回答這條問題 多謝各位 好 反方主辯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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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主辯回答 另外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和說可以 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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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有方同學說了很多東西 主席評判著述各位 大家好 今晚有方同學說了很多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 在地禍和現實生活中 有沒有什麼 是會令到 像宇宙一樣 有一個禍呢 其實宇宙這件事 首先這些科技 不一定是宇宙才能做到 而且例如說 都一定這麼大 而宇宙還有多少工具 稍等一下 是馬診的同學 我們不是聽到 我們不是聽到 有方同學說的 有方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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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以 謝謝 麻煩 麻煩的同學 留意一下 在一開始 時音時 就提出這件事 是 那現在 如果請 請女明才的同學再說一次評判,可以嗎? 可以 好,或者現在女明才的同學再試一試音 試一試麥克風,跟著完之後,看看我聽得清不清 試麥克風,聽不聽到 好,準備好可以再說一次,可以 可以 定 好,主席評判,最後一位,大家好 這就是有方的問題 有方說了很多東西,簡單來說就是 建設生活裏面有沒有什麼別,有沒有什麼發明 是好像元宇宙這樣,是有禍處的呢? 其實元宇宙這件事跟其他發明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因為元宇宙的程度實在太大 元宇宙這件事可以干涉到每個人的生活 可能每個人都可以每天在法國中都留在元宇宙裏面 或者可能一個人是,即是一個人可以 元宇宙這件事可以建築和防空業 醫療業大個份的東西 所以造成的禍處是可以非常之大 像我們剛剛說的那樣,多謝各位 好 接著就輪到反方提問 現在有請 不好意思,接下來應該是輪到 正方主編去準備的時間 正方主編去準備的時間 現在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開始計時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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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應該是由反方發問 請請反方的同學準備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不好意思 好,第一分鐘的時間 各位大家好 剛剛有些方向所說 現在這個圓如宙的尋重式體現 可以令到人更是親臨其境 的感覺 所以是幸福地上升 但是請問有方同學 當這些沉浸測的體驗是令它更加真實的感覺到一些現實世界做不到的時候 是否反而會帶來他們精神上的問題呢? 有方剛才說的這些真實一點點其實是否真的值得負上人類的精神健康的代價呢? 謝謝各位 好,接下來會是由正方的主辯去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的 現在開始計時 請緊張開門 請經理一下 請多謝 坦白 請緊張開門 請你 叮 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的主辩回答 你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试和讲可以 准备好 丁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 首先多谢刚才有方同学的提问 首先我觉得 我方觉得其实元宇宙 需要治理能力 可以令到他们不会容易沉迷 而产生心理上的压力 然后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过 我们可以 尋证式可以令到我们 带来幸福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满足到他们 精神上的需求 所以我们不可以完全是 没有了他们的治理能力 治制能力 多谢各位 好 台上发问的环节已经结束 现在有请政方第一负面发言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和讲可以 是,政方第一负面 可以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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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同学 正在各位大家好 刚才听见有方主席同学和我们说 元宇宙是没有人管的 我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那网络犯罪是否会在元宇宙发生呢? 网络犯罪是否因为元宇宙而产生? 我方在这一点其实不是很明 才有方同学解释一下 刚才听见我方主席同学都说过 元宇宙所带来的沉浸式体验 是能够有效地满足到人类的欲望 从而带来一个幸福感 那元宇宙所带来的沉浸式体验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所谓的沉浸式体验是透过逼真的环境 真实的感觉来给使用者享受 在元宇宙里面体验和现实一样的环境 甚至还可以体验一个虚拟出来的环境 那幸福感是什么来的呢? 幸福感其实就是指人类基于自身的满足感和安全感 而主观产生的一系列引起愉悦的情绪 愉宙往往所追求的就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去实现现实中想做的东西 意思就是更加比现实省时方便快捷 以及可以夸裂到限制 在现实其实上有很多限制 例如时间地域、资本甚至是空间的限制 换句话说 在现实上难道我们可以穿越时空回到古代去探索以前的历史遗迹? 但正正就是因为愉宙可以夸裂到这些限制 我就以旅游为了一个例子 一方面是可以还原到以前历史遗迹的样貌 还可以还原到以前的历史人物 那我们去参观历史遗迹的时候 不是更加生动有趣? 相信在座各位的朋友都可能因为移民 所以会要去到外国 随着朋友的移民 大家都可能会怕跟朋友的关系会疏远 但在元宇方面 你就可以随时跟朋友在线进行一个社交活动 例如逛街看电影 在元宇宙不单止可以像平时视像通话那样 单纯望着一个平面的影像 在元宇宙上面 你不单止可以实质地看到你的朋友 还可以实质地感觉到朋友的存在 在这个元宇宙方面 大家可以更加增进到大家的友谊和友情 如你就可以这样打破这个界限和地域的限制 实际上很多人都很着重仪式感 但是因为有种种的限制 就像今年的疫情那样 很多的毕业礼都不能够进行 在这个人生这么重要的时刻 却无办法跟自己相处很久的老师和同学 站在一起 真的很令人失望 但是在加州一个 帕克莱分校的2022年的毕业礼 他们就用了麦克raft去进行一个毕业礼 毕业礼就很顺利地举行了 完毕业礼之后还有一个毕业派对 在毕业典礼后 同学们更加在麦克raft 穿上自己各式各样的衣服 去参加电子音乐节 麦克raft虽然是一个微型的元宇宙 但是它没有一些触感 装置去达成一个沉浸式体验 但是相信科技的发展 以后是可以达成的 那请问一下有方同学 除了元宇就是可以带给人沉浸式体验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为人类带来 跟现实一样的沉浸式体验感觉呢? 多谢各位 好 正方第一负便发言时间为2分59秒 没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反方第一负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和说可以 是吗? 是吗?是吗? 可以 可以 叮 再来 大家好,先回答有方同学的问题 就问到是否不需要 现在有什么沉浸式体验 可以感受到全世界? 有方同学不反对沉浸式体验 都是用语诈可以带来的 也不反对它带来的好处 可能是令人更加丰实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要比较福和和 所以有方同学不只是举出一些好处 然后就代表人类之福 而是要比较元宇宙带来的福和和 究竟是谁更加丰实 有方同学今天犯了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对发展的这个范围 其实是太阔了 因为他们说 发展元宇宙可以发展周边的科技 但是有方同学你们究竟是想发展周边的科技 还是发展元宇宙 就正如有方同学所说 就是元宇宙它独特的地方就是沉浸式 那如果有方同学你们只是想发展周边的科技 是航空的 可以模拟给那些飞机师去实践 那为什么不只是发展这方面的科技 而是发展整个元宇宙 并且是带来我方所说的那些司法登空的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方同学说到 现在的元宇宙它是一个沉浸式的体现 就可以令到人很快乐 但是其实有方同学说到的 这些好处就是令到人更加真实 但是他们可能做到一些现实做不到的东西 但是其实这样正正就令到人感受 是令到他们和现实有一个落差感 就正如英国的心理学家 Dr.Near Williams指出 你用现在的网络技术 大家就可以在网上去编辑自己的形象 就是将你的眉毛收场 将你的眼睛放大等等 但是这些就已经可以损害到 参与自己的精神健康 但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这些影像 都是虚拟的 但是就会习以为常 弄假成真了 这就会令到他们脱离厌实 但是如果发展了圆不远就 它这个沉浸式的体现 就会令到用家更加真实的 而且他们不单是编辑自己的形象 而是由零发指去设计自己的五官、肤色 还有获得朋友、社会地位等 但是这些东西在现实方面是做不到的嘛 所以就会令到他们更加脱离现实 还有造成心理不平衡的这个问题 甚至会演变成精神疾病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有方头讲今天讲的第二个好处 就是有方头讲的好处 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么独特呢 例如他说可以发展周边的科技 但是其实单靠现在的技术 就已经可以做到的了 就是他们的这个发展其实都是基于现有的情况 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带来的避处是什么 就是可能会令到这个司法系统崩溃和增通的 因为司法系统讲的是 就是无论有没有进入元宇宙的人 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没有进入元宇宙的人 其实他进入了之后 他进入了的人 就会直接安全受到威胁 是保障不了他们的权益 而没有进入元宇宙的人 他们都会间接受到影响 因为现实世界的法律 是批定人人都要守法的 但是原来就是整个违背了这件事 谢谢各位 好 反方第一负便的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没有超时 接着是正方第二负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和说可以 可以 叮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 在座各位大家好 刚才我方主编和一副 都已经讲过元宇宙的好处 而有方同学都肯定已经清楚明白到 发言元宇宙是人类之福 但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否认呢 刚才我方主编都已经问过 难道有方同学所说的幸福 就是永远停滞不前 而有方同学是没有正面回应过的 那现在为止都来到二副 那不如我都直接帮你回答 其实大家都知道 互联网在1950年代开始推行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用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技术未成熟 但现在互联网是一个方便快捷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找到资料 但有方同学现在跟我们讲 停滞不前就在福的时候 我想问有方同学 难道你们找资料 就是逐本书去揭去找的吗 你们都肯定要用互联网找的 由于初见 元宇宙就像互联网那样 都会为人类带来方便 但如果你们仍然要盲目的揭去元宇宙 那你真的不如不要用互联网 再者 刚才我方主编都已经讲过 元宇宙可以在不同方面 推动周边科技发展 而刚才我方主编讲了的航空例子 那现在就让我讲一下医疗的例子 2016年上海水金医院成功借助虚拟实境技术进行手术 但请有方同学记住 刚刚这个是2016年的例子 当年不要说元宇宙 连虚拟实境技术都只是刚刚才起步 直至今时今日 很多不同国家都已经开始使用虚拟实境技术 去模拟生实的手术 相信有方同学都知道 以前一个医生想做手术的只能有体理论 但因为你没理由真的找一个人给你试做 但现在元宇宙补及之后 医生可以在元宇宙里面 透过虚拟实境技术去增加速度 而现在很多医学院都开始利用虚拟实境技术 和扩张实境技术去进行心理治疗 在2022年2月 来自德州大学的丽莎博士出了一个活动 是以非同质化代表为基础 令到一些虚拟认可和病人互动 玩游戏、参与虚拟活动 甚至是参观画廊 治疗病人的心理疾病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元宇宙 尤其可见 元宇宙可以在不同方面 带给人类那么多好处的时候 有方同学是否仍然要否认呢 接着就是第五个流动通讯系统 要支援元宇宙需要高速高效的网络 因而发展元宇宙 就会带动流动通讯系统的发展 中国的华为在2013年 已经开始发展第五个流动通讯系统 发展这就是因为要驱动网络世界 抢尽元宇宙先机 而现在也有不少企业 开始投入资金到元宇宙 根据顶尖管理 顶尖管理 顾问由公司麦肯石 在2022年2月发布的 元宇宙中的价值创造 这份报告中指出 2022年5月 已经输过有1200亿的美元 投资到元宇宙中 当中包括Meta和微软 这一类的龙头企业 而这一年的投资額 甚至是2021年全年投资額的两倍 份报告中还指出 元宇宙的经济价值 去到2023年的时候 已经达到五兆美元 相当于传由2.8%的人均生产总值 尤其可见元宇宙的价值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既然龙头公司都开始发展元宇宙的时候 那么多幅宇宙在眼前 你们为什么还要说是和呢? 多谢各位 正方第二负便 发言时间为3分08秒 没有过时 接着是反方第二负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和说可以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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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不听得清楚 OK 清楚 可以 订 主席、评判、既既各位 大家好 其实我听完有方同学这么多发言 有方同学其实是承认了一件事 因为有方同学跟我们说到 网络发展初期其实都很混乱的 那你们证明了 宇宙现在在一个法律真空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很混乱呢? 有方同学一直跟我们说 未来就会发展 究竟是怎样发展 有方同学从来没有跟我交代清楚 你要跟我说清楚 究竟是谁去带领语宇宙去发展 究竟是怎样去发展 你怎样去处理这些 在法律出现之前 就会发生的一些罪行 有方同学跟我们说到网络的犯罪 或者是其他犯罪 并不是由这个语宇宙引起 但是语宇宙有必可以犯罪 有方同学我们今天去比较一下我们的复和 有方同学你们说的复 其实是可以避免交通的危险 可以随时随地去旅游 其实我方不反对是有这个好处 但是有方同学如果是我方说的是 和是司法制度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宇宙是空白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任何可以在里面犯罪 其实早在2007年 一名女子在玩游戏第二人生的时候 就被另外一个玩家 利用一组的程序编码 控制了她在游戏中的角色身体 并实施强奸 但是被例示的警方 对此展开了调查 但最终是没有起诉的 第一是因为完全找不到罪犯 就好像有方同学所说的那些 可以顺移我们可以去到每一个国家去旅游 就是因为这样就找不到罪犯 究竟来自于哪里了 第二是因为现实世界的法律 其实并不适用于虚拟世界 我们没有办法去呈治这个罪犯 所以如果在这个法律真空的情况之下 就会发生一些罪行 并且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究竟有方同学如何去保障到用户的权益 第二个有方同学所说的 福就是说可以发展科技 可以模仪一些飞行或者手术 其实我方觉得和的影响是更加广泛的 其实模仪飞行那些 其实现实世界已经是做到的了 因为我们还可以模仪那些恶来天气飞行 但是我方的和就是 其实现实思维是跟不上科技发展 其实早在2007年也是207年 就是美国一半去关注 信息技术行业发展的著名杂志WIRE的 编辑瑞纳林英 他曾经去发表一篇文章 他说上虚拟世界中的犯罪 其实是危害程度上 比真实世界是低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现在原本是有一个所谓的沉浸式 如果是有沉浸式的话 就是说人类可以在里面感受到不同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又是一个没有法律去管治的情况之下 究竟是怎样去保障到权益呢 也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如果我们到最后 就是没有法律 没有法律会怎样呢 就是令世界大乱 令人类认为原来犯罪是没有问题 就会颠覆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法律 第三个 我刚才说到一个很搞笑的 就是说人类入到宇宙的自制能力 究竟宇宙这么真实的自由 怎样有自制能力呢 谢谢各位 反方第二副变发言时间为3分07秒 没有过时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的发问 现在有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下变员去发问 请变员开启镜头和试咪 请问反方听不听到? 好 好 那你准备好的话就可以 赶紧可以然后开始了 可以 叮 主持评判、尹方同学 再次各位大家好 今天尹方同学认为 发展宇宙是人类之祸 但从古今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利 其实大家都有没有共同 自从科技全球普及 原来大家手上的手机就是 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生成物 已经足够准备美大与弊 由此可见有方同学目光短情 从未考虑过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得着 今天我想问的问题是 由于科技发展而有至今 有哪一样科技发展对于人类来说 不是福而是祸呢? 多谢各位 好,现在反方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会儿 感谢观看 订阅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元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和说可以 试咪试咪 可以 订阅 主席、评判、庆祝各位,大家好 多谢有方课的问题 有方课跟我们说到 其实科技的发展都会令到有福有和 其实我想问的就是 其他的科技究竟是什么科技呢 这个科技会不会可以令到人类 在里面犯法 或者影响到人类的身心健康呢 有方课今天跟我们说到 网络发展初期都很运动,我方都会认同的 但是究竟在宇宙里面 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有公义的制度呢 因为在公义制度来临之前 我们都会有创伤,都会有犯法的行为 这是没办法逆转的 再者就是其实现在网络发展 是不是很完善的法律规管 其实不是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究竟元宇宙里面的教育是怎样去做到呢 再者是去中心化的 如果是宇宙实行了之后 就是说没有一个政府或者公司 可以规管它的时候 究竟怎样去补助到大家的这个权益呢 再者跟我们说的是自制能力 那究竟如果是这么真实的一个元宇宙里面 大家都是有很多美好的制度可以在里面制造的时候 他们又可能可以去犯法 或者去做其他事情 那就是形成一个很大的 叮叮,作答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和试音 试咪 是,请反方的台下试一试咪 试咪 试咪,试咪,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正方听不听得清楚 可以 正方同学 是 好 试咪,试咪,试咪听不听得清楚 OK,好 准备...反方的台下辩元 准备好就可以说可以了 可以 订问有班同学是否认为欲望是好的,但没有坏的呢? 正如我方所说的犯罪行为,就是坏的欲望 那究竟你们在你们眼中,为了可以滑雪 是否可以连发展一个犯罪的温床都值得呢? 谢谢各位 好,现在正方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开始计时 谢谢大家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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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首先多謝剛才有方同學的提問 我想說現在在現實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遊戲叫做《合道獵車手》是全球發行頭五的遊戲 我想問一下玩這個遊戲是做一個黑社會是做一個罪犯 在現實上他們玩完這個遊戲之後 有沒有出現一種情況就是 他們在現實上到處駕車撞人 有沒有發生這個情況 沒有 我想問一下在原則裡面 如果是發生這種情況的話 應該是個別例子 麻煩請有方同學以一個客觀的事實去鑑證這個結果 多謝各位 好,現在又請正方再派出一位台下便員去發問 請便員開啟鏡頭和試咪 可以 試咪試咪聽不聽得清楚 反方聽不聽得清楚 反方好像聽不清楚 或者再大聲一點再試一下 聽不聽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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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反方可以 好 你現在準備好的話 就可以向鏡頭示意和說開始 可以 定 聽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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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反方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聽不聽 想請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辩议员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和说可以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好多谢有方同学提问 但其实有方同学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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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们听不到太细的声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或者 或者反方的同學再試一試米 試米試米 現在停車了 是啊 是,正方同學說OK 那或者我們再重新回答不遲 好,可以 各位大家好,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其實有方同學是嘗試操控概念 他將Wirecraft說得跟原語就是一樣 因為他們可以在裏面創自己去建築一些東西 譬如現實都是有落差的 但有方同學如果你們說到原語就是跟其他虛擬世界一樣的話 那你們所說的一些幸福 更加真實的東西是怎樣成立 原語實的特特的地方就是有沉浸式的體驗 所以他們更加難去 更加是 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造成一個落差而形成一個心理疾病 而且有方同學說 現在在玩Minecraft的人 他們都沒有這些心理疾病 那為什麼 入了原語實境會有呢? 但其實有方同學是沒有肯定這些東西 玩了Minecraft的人是真的沒有 其次有方同學說 現在的原語實境的VR技術 虛擬實境的技術是可以治療心理疾病的 但是其實只有發展這方面的技術 其實是不需要發展完 叮叮 作答時間結束 接下來又請反方再派出一位台下辯原發問 請辯原開啟鏡頭和試咪 試咪 試咪 是 請問政方聽不聽得清楚 好 好 那你現在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的話就請向鏡頭試 和說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評判穿了個位 大家好 這樣有方同學其實一直對福的標準 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實我們有方由主編到一副到二副 講的司法問題、精神問題 其實都損害著這些生活質素 對右方同學來說 是否知道有少少的利處都已經算是福呢 多謝各位 好,現在政方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請問 停 對 你 - 錠錠,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回答 另外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試一些,和說可以。 可以。 丁。 剛剛聽完我幫主編同學講過, 圓宇宙的沉浸式體驗是能夠為人類帶來幸福感。 為什麼?因為他們就是滿足到我們的慾望, 加上人類追求方便、快捷和省事。 圓宇宙的精緻製造,我們可以更方便、更方便地在圓宇宙裏面 和朋友社交,進行一些社交活動,例如逛街看電影, 就不用在現實中又買票,又省錢,又可以省時間。 多謝各位。 好,台下發問的環節現在結束。 現在是結辯,準備的時間。 雙方結辯有一分鐘時間作準備,開始計時。 謝謝。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先由反方结变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点头示意 和说可以 示威示威听得清楚吗 是清楚 可以 丁 与正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比赛来到这里带我们来个总结 首先有方同学刚才说到 生活得数提升会带来幸福感 但元宇宙是一个 可以想象徵的世界 可以自己制作自己的虚拟形象 也就是说 会和现实世界的落差非常大 但我们人类不可能 大多数字简单留在元宇宙 我们始终都要回来现实世界吃饭 去厕所 或者看医生 但在现实世界我们无得适间移动 要走 要搭车 对于人类来说 会带来焦虑 落差和送一埋怨 现实世界 另外 元宇宙现在是没有法律的一个世界 也就是说 元宇宙的用家会直接受到伤害 安全不受保障 就算不是用元宇宙的用户 思想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他们见到其他人 所以遵守法律 自己就要遵守法律 会带来一个落差感 有关同学其实 由开变到现在 一直用Minecraft的例子 都搞得我很有感触 其实我之前说Minecraft这段游戏 我真的看到很厉害的装备 接着我就见到一个女玩家 草草可怜的人问我 可不可以让我装备他 当时有时候心软 就避了 谁知道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玩家 一直以女生来骗人 就是因为这样 那次我没有找到书 第二天考试还不合格 其实普通的游戏世界 都会影响人类 在现实世界的行为 原宇宙联合国 都已经将沉迷电子游戏 纳入是精神病的一种 而这种情况 去到原宇宙只会更加严重 原宇宙的目标 是带来更加沉浸式的体验 这个体验会更加容易 令到人类分清了虚拟现实 和现实世界的分别 原宇宙从现实世界之间的落差 就会更加令人难以接受 我自己都会觉得 在Minecraft里面 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人 去到这里 回来现实 我又是又被爸爸妈妈 捉住做功课温书 那我为什么不打电话呢 其实联合国 将沉迷电子游戏 纳入精神病的一种 本来就是反映着 很多人没有办法脱离 游戏世界 分不清楚游戏和现实 这种情况后 原宇宙只会更加严重 可以见到 原宇宙对人类的精神健康 会有更大的影响 另外 原宇宙发生的事 没有办法被法律规管 因为原宇宙是去中心化的 以原宇宙平台Roblox为例 那平台最求去中心化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由用户自己管理 那就是说 用户在原宇宙上 是没有办法得到法律的保障 试想一下 如果现实世界都没有法律的保障 强奸、抢劫、杀人、放火 都是没可能 就算现在我们有法律保障 有时都会在新闻看到 有人到处砍人、杀人 这样的话 没有法律规管的世界 会变成什么呢? 而原宇宙现在正正就是一个 没有法律规管的世界 也就是说 而附面也说过 有记者在体验原宇宙的时候 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 也就是说 如果发展原宇宙 而法律规管也跟不上 原宇宙对于人类就只有祸害 但其实并不是的 留宝同学一直都说到 有很多好处 然后就说对于人类一定是宿 但其实不是的 留宝同学一直说到 可以去到其他地方旅行 不用钱 但我想问一下 原宇宙目前是由商业公司所提出的一个世界 在上面的东西 你做什么都要付钱 难道你在现实世界 去旅行都要坐飞机 要钱的啦 买机票的啦 不用睡觉的 要住酒店的嘛 那么在原宇宙就真的不用付钱了 原宇宙是一个值得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在原宇宙里面 你都是要赚钱 都是要做事 只是它是去中间的 反方劫变的发言时间为4分06秒 无超时 最后由正方的劫变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点头示意和说可以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 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听了有方同学说了很多的祸害 心理变质、落差、不发 但这些祸害是否发展原宇宙才出现的呢 我不发展原宇宙是否就没有了这些祸害 答案很明显就浮现了出来 这些祸害和发展原宇宙根本就毫无关系 有方同学对祸的定义其实是什么 我方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人具有丰富的创造力、想造力 也都敢做、敢示、滑雪、跳散这些高额的活动 大受民众欢迎 但这些动作会受到种种因素影响 年龄、身高、体重、甚至现在的疫情 令到我们很多地方、活动都去不了、做不了 发展原宇宙就为我们创造了多一个渠道 令到我们可以享受到这些活动的乐趣 而高额活动年龄都会传出意外 原宇宙就正正可以减低意外发生的机率 不会因为在空中打不开降落散而导致死亡 也不会在滑雪期间发现雪崩而导致伤亡 人生中总会有很多的遗憾、不愿意 每个人在遇见疫情的时候都会问 我可不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原宇宙就可以创造了我们的第二个人生 在原宇宙的世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 去做自己一切喜欢的东西 我的朋友她叫做阿希 因为后天发生了交通意外 导致她没有了脚 交通意外之后 其实她一段时间都不敢照镜 没有了脚 其实对一个女孩的影响真的很大 她开始变得不敢出街 不敢见人 她已经见到别人的异样目光了 但同时她都很怀念 可以跑步的感觉 怀念那种同时赛跑的感觉 但她现在无能为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技越来越进步 原宇宙的技术逐渐成熟 阿希在原宇宙的世界 她创造了自己一个完整的身躯 她终于可以享受跑步的乐趣 在原宇宙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身份 她可以放下自己的缺陷 跟人去沟通 原宇宙这种氛围 令到阿希对现实的生活慢慢有回自信 她终于踏出了第一步 她开始愿意走出家门口去社交 阿希的人生就这样减少了一件遗憾 她不会在离开人世的时候 想起自己一世人 把时间放在自卑和介意别人的目光上 让原宇宙的技术发展得更加完善 更加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局限于 我可以跑 我可以跳 我们可以将这个技术用在其他的行业上 医生可以用原宇宙做一场手术 一次不得我们做两次 两次不成功我们做多几百次 做到我们可以成功为止 这样不单止为医生累積到经验 其实都为了病人 减少一次失败的风险 飞机师也可以用原宇宙的技术 模拟到飞机遇到的各种天气 令到飞机师随机应变的能力变得更加强 其实不单止这两个行业家 警察可以模拟枪战 甚至学生可以模拟面试 然后捉失败是常态 遗憾也是常态 遇到失败的时候 又在原宇宙创造自己的所有结果 让自己放松一下 就像我们平时的想法 亦都需要小息一样 学生时代我们最期待的就是小息时间 虽然小息时间真的很短 但是去过厕所 内小卖买一瓶水 跟朋友聊聊聊聊 看起来很平常的东西 令我们都可以令我们忘记了学业的繁重 人总是要适当地放松自己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 阿希觉得我跑路步就是幸福 穷人觉得我有钱就是幸福 学生觉得我可以考虑五星星的成绩 我就很幸福 但我觉得创造到第二个人生才是最幸福的 自己人生由自己掌握 满足欲望 减少遗憾 多谢各位 正方结辨发言时间为3分26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比赛告一段落 现在我将会和评判处理分子的问题 然后再会有评判的点评的环节 请双方的辩元稍等一下 我们现在先请凤韦晋先生为我们点评一下 我简单说几句 因为时间我们有点说 不好意思 后面两位评判我先说 首先如果双方会说一说我对你们主线的看法 如果我的票不给你的话 你最大的问题是哪里的 其实我觉得双方今天开出来的东西都很正常 两边其实都没什么得太挑剔 其实都用尽了在这条问题里有利的地方 正方说元宇宙可以给人一些超过了现实的体验 反方主力其实是说一个法律的问题 还有另一个就是说可能会怕人们沉浸在里面 就不出来脱离现实世界 这个是你们双方的主线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你的推演的方式都是 就是你立线的时候没什么问题 但是一直推演下去 正方的主线不够强的地方 就是你的例子很单一 很多时候都是说一些 比如去旅行 特别在主变和负变的时候 去推演这个令到我们有很多的 更多的体验 更加多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的时候 很单一的例子 反而去到结变的时候 刚才出了一个可能你闭了一脚的第二人生 我觉得是应该早点出的 那不是只说去参观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里面做生意 可以在里面去扩习 可以在里面去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在现实世界里面 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困难 不必做到的 甚至乎 因为里面是超乎了物理界限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更加去发展人类的想象空间 而这些想象空间可能是反过 在元宇宙里面试完之后 是有一个我们的现实世界 那是可以说 还有精神的满足我觉得是带不了出来 就是可能马斯特需求层次理论里面 最高的层是自我实现 行不行 其实人类如果透过元宇宙的话 是可以不用去再接受那么多的痛苦的时候 会不会其实是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满足呢 这个我觉得是正方可以讲多一点 甲方可以讲多一点的地方 而且就是去到那个科技的发展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要将这件事包装成为 因为元宇宙是一个目标是一个方向 有了元宇宙这个方向和目标 我们就想突破现在的科技的界线 那就会令到科技本身都会发展 但我们就会发展得快很多 我觉得这个才是甲方你最想推演的东西 越方的主线我觉得都是问题不大的 你攻得比较强 今天是一个比较强攻的状态 但是越方要小心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你们最大的问题是 你们没有很解释清楚元宇宙和互联网 和其他科技之间有什么具体上的不同 你们讲了很多沉浸式的体验 那具体什么叫沉浸式的体验呢 就是会不会是里面因为我们可以有回忽限的满足感 没有伤痛的 可以突破物理的界限的 那它那种沉浸式和现在打机那种沉浸式有什么分别 打机是否会分得出现实和虚拟的界限 但是元宇宙是让我们分不到呢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什么是沉浸式 我觉得你们是没有讲清楚 而其实今天你们双方最大的一个争议点 就是说究竟科技的发展和元宇宙之间的发展有什么很巨大的分别 这个现实和虚拟世界之间的那个模糊 其实是反方月方你们最需要去解释给评判听 或者令评判明白的 但是其实对方给了很多次的机会 你们由一副开思一直问到后场 都是在说一样东西 那你是不是觉得网络的世界发展都是弊大于你呢 都是我呢 其实如果在反方你理解清楚的话 其实两样东西是不同的 一个我们是促进和辅助现实世界发展 而另一个是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融合 而这个才是正正会带来反方 你们月方今天会讲出来的最大的一些关于元宇宙的问题 而但是在一个讨论里面 我觉得月方是放过了很多次这些机会 是没有去处理了 那好了 还有讲罪行 你说我虚拟世界有些罪行的 好了 但是会不会有些什么的说法呢 其实今天双方很多时候都是用个推论 你又你讲他又他讲 没什么太多的证据 或者没什么一些专家 我们不是说崇尚专家 但是有些科技界人士都可以好一些 还有这些罪行可以有多严重呢 是的 那讲到有多严重的时候 那现实世界都有罪行的 那是不是现实世界 我们发展的科技都弊大于你呢 其实对方都正正方都问过你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处理得不好 或者你没什么怎么着力去处理 其实我觉得你是要讲回虚拟世界里面 或者这个圆宇宙里面 它那种去中心化 让你处理不了那些科技带来的问题的后续的影响 如何影响人类的文明 那种安稳的程度 不只是说有罪行的 有罪行会令到我们人类处于什么的状态呢 是互相攻击 有物理上的伤害 也许是心灵上的那种不安感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是 粤方你很需要去处理的地方 而甲方就是一样东西 我觉得你不处理到那个 别人说的犯罪的那个问题 你和对方别人要跟你比较 这个福同祸的时候 某个重要性的时候 其实你很多时候避免这个战场 而这个战场我觉得粤方是用得聪明的 粤方的第二条台下 其实都是用这个理论去 就是它不只是台下 它是其实去前场的时候 有一个负变的位置 我不太记得二负 都是想你和它做比较 和福的比较 每一样东西都有好有不好 和和福同利弊最大的不同 在我自己的理解里面就是 计算到最后 这件事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比如很简单 就是你拍拖 如果你在恋爱的过程里面 你有甜有苦 那你经历了一段恋情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是不是后悔呢 你觉得这个人给你的一切 带来给你的甜蜜 是否可以过去对你的伤害呢 那粤方反过来就是 他对你的伤害 其实会不会是大过去给你带来的甜蜜 所以到最后是没有办法避免 好像以前在打利弊变蜜 去做一种比较 那我觉得粤方是没有很清楚 比较得很好 但是他有尝试地做 也都挑战过政方 要希望你都做比较 但是甲方就没有去尝试 跳入这个战场和他做一个比较 那当然可能在你的主线上设计里面 讲的局局的大小 是粤方比较大一点 那最后给一点点的两点 最后讲一讲结辩 我觉得甲方的结辩是多清晰 还有多舒服 还有真的可以上升到一个大一点的层面 但可惜就是时间比较短 那我有少少扣分的 所以下次可以加长一点你的发言时间 你的例子可以再用得多丰富一点 就是那个丰富一点的那个例子 其实是可以再延伸下去 不是只是丰富一点的 其他东西 我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我可能受着我的家庭物质的差距 那我在炎耀权里面可以突破这些界限 令我成为一个更加好更加自信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 我可能只是一个送外卖的人 我没有自信的 在虚拟性格别 我可以因为我不再让别人认识我本身的东西 我看不起 我自信去追求其他东西 那正正就是你们说人类层面的梦中 我觉得可以发达多一点来说 所以这个我觉得 甲方的结辩做得挺好 但是有少少下次的地方 下次可以再做得好一点 那月结其实我挺欣赏你的 你是一个 我不知道你中纪 我举给我看得到 不用中二 OK 中二 看得出是一个比较绿色的 就是年轻的辩元 但是我想赚一下你 分子上坦白说你不会很高分的 但是这个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你做得挺好 第一样 你很努力尝试去回应对方职场的事情 比如说那些游戏的例子 你用你自己的经历去说 去解释 还有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 你说了一句 一句而已 但是很遗憾 就是说我打机的时候 我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人 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读书这么差 那我其实就沉迷下去打机 那我不回来 这句正正就是你主线最核心的位置 但是其实如果你可以玩多一点 可以用其他不同的 不只是打机 其他可能工作的就是 用我刚刚说的一件事 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是一个悲惊的人 但是你虚拟世界里面 你是一个四肢健全的人 你可以有自信的 很简单的有方同学 你会不会回到现实世界 你会不会永远沉浸在虚拟世界 那如果人类不肯面对现实的话 或者是我们不需要面对 生老病死痛苦的话 会不会是一件好事呢 这个是你可以苦心自问的地方 可以吗 你可以玩 就是将一些这些东西可以讲久一点 那当然你的组织 或者整个 那个稿件的铺牌 是要多一点时间去历练的 但是我看到你的潜质 是可以继续去做得好一点 所以不要去用一场的分数 或者是胜负 去定义你今场的表现 但是我看到你的潜质 你是可以继续努力 所以我想赚一赚 越方结变 前场很明显是一些师兄者 经验比较丰富一些 那你欠缺的只不过是时间和经验 所以想鼓励你 那接着呢 就是overall来说 我想最后给一点点建议 甲方就是 你明知越方今天跟你打一个大世界 就是当人类沉浸了下去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元宇宙最后的发展是怎么样 其实元宇宙最后的发展 有一些的推演是有广义和合议的元宇宙 广义的元宇宙是人类不需要再用 现实的軀体存在 我们都是一个上载的程式 代码 我们的思想活着 但是我们的軀体可以离开 那这个就是最终极的元宇宙 甚至乎是 軀体只不过是需要一些营养日的支持 那我们的脑电波就会继续在元宇宙运作 那人类现在我们的社会面对这么多问题 有战争又冲突 有气候变化 有全球 又可能隐藏又撞地球 那会不会元宇宙的发展 有一天是成为了人类最后的一条救命牢草 当人类的文明要消失的之前 有了元宇宙 我们就算有一天发展不到外太空的文明 人类的文明都是因为元宇宙的这个技术 可以得到保存 我们哪怕轨体不再存在 我们的精神都可以长存下去 这个会不会就是 反而才是对人类最大的利益 就是最大的福 当然你这条主线今天没有开 但是因为你这条主线你今天开的东西 你就会受制于对方今天跟你说沉溺那样东西 你比较的时候就不着手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时候 我就会跟你说一个我自己一个小小的破天荒的想法 会不会吃得到今天月光在主线上的设计 是的 我的评论就到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未必可以等到大家宣布彩果了 但是也很感谢大家这一场表现 下次的话可以找多一些资料 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讨论 唯独双方都比较健缺的就是这一样东西 那再大家无论是新的变缘 或者是旧的变缘也好 继续努力加油 那拜拜 好 谢谢冯伟晋先生 现在有请黄晋安先生 就双方的表现及预语评 哈啰 各位听到吗 听到吗 预语双方都听到 好 首先先多谢赛会的邀请 因为我基本上预论大学的辩论 就今年无大了 基本上辩论比赛的评判 变超联应该是第一次做的 所以对大家来说 听中学生讲话 都有一个非常斩双的体验 也都首先想讲评语之前 跟大家里面八位的同学们 说一声辛苦了 因为元宇宙这个概念 其实你要去讨论 或者你要去很简单 疏离了很多不同的资料 的确要花很多心力 所以我相信刚才 好像冯前辈所说到 不同的辩论 无论是一些比较有经验 或者是比较新的辩论员来说 其实都应该是真的辛苦了 相对起来说一些 好实际论点 推论上的东西 其实我会反而想抽高一点 跟大家讲一讲 这条辩题上 我的侧重点有哪几点 或者这几点都可以发为 一个你们反思的地方 或者是老师里面 你们可以去再继续研究的地方 其实第一个 亦都在今场主宰着 整场辩论比赛的趋势 就是元宇宙三个字 第一个你要问自己的问题 就是什么叫做元宇宙呢 相信你们要去做辩论比赛的 搜寻资料的时候 一定有找过的 但奈何呢 其实你们今天的讨论 其实五个字已经概括了 沉浸即体验 但我们要去进一步去扣闻了 你觉得这场辩论比赛 你去讨论元宇宙 你们正反双方 或者夹月双方 正是讨论沉浸式体验与否呢 那个是福还是和呢 你觉得还不足够呢 其实这一点 也是帮助你主线的 既然要去扣冲 甚至或者是月双方 甲方要去回应对方的时候 更加可以有多一个选择 因为事实上 你们再去找回应的时候 元宇宙一定不包括 sorry 不单止包括沉浸式体验这一点的 但是其实其他的特点 其他一些特色呢 你们在你们的推论 或者去到后场的时候呢 都有插边球地去摄到下去 但是你们可以去想多一点 就是其实这些不同的特点里面 你去放进去讨论 再去做回应会多一点呢 来 呼应回刚才逢前会的一点 比如去中心化 令到你自己的可能法律的真空 或者司法系统的冲击 更加大的时候 真的会更加困难 既这一个论点会加强了 其实无论隔方也好 月方也好 都可以想多一点 这些特点上去说的鲜明一点 再令到你强化你的论点 甚至是化为一个攻击点 这一点牵涉到下去 就是元宇宙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我相信网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比如有什么七大特点 什么三大特征 那些东西 不同的说法 都不单止是包括尋证性体验 所以其实不同其他特点 都可以放进去你今天的主线 或者论点攻击上面 这个可能是第一个位置去看 第二点 也都牵涉到下去的一点 其实这条边提 是一开始的时候那种字发展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心 而发展我相信正夹月双方 今天都有牵涉到 但是没有很明确说到很多 其实发展如何理解呢 发展的理解 我稍后会讲 和下一个关键的关系 因为不同的项目 我们会有一个一物相性的关系 第一个你理解的地方 就是一个时间性 反方今天或者月方今天 很明确在主辩稿里讲到 其实是现有的元宇宙的情况下 牵涉到讨论 他就会觉得沉浸式的体验 会扩大了一个弊树 所以其实今天 甲方某程度上 他没有去拉到下去 或者他的说法上面就拉了 之后元宇宙发展就不会是这样了 所以这里就牵涉到 甲月双方今天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分歧 月方今天正是拿着 现有的情况底下去讨论 而今天甲方就会跟你说 将来的发展不一定是这样 或者会是怎样的 你可以说这个说法有少少无赖 但是里面你不可以说 他的说法不合理 所以其实甲月双方都有责任 站在大家对方的一个着眼点上 发展去讨论 而发展这一样东西 你可以由现有趋势 比如刚才说 假设今天元宇宙有五大特点 今天原来发展元宇宙 我们看到的现况上面 就侧重于沉浸式体验 会有什么的弊处 会有什么的好处 所以它是和 所以它是福 你这样理解这样的主线 逻辑上面的流程就会顺畅很多 跟不跟着呢 所以在这一样东西里面 发展哪一个发展 发展些什么 质重点在哪里 都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趋势 比如刚才冯前辈 他说到最终极的如宇宙 就是大家好像二十世纪杀人 网络那样 完全不需要区体的存在 你要是红弱园还是蓝弱园 这样的情况 这个也可能是最终极的 它在这么多个不同的特点底下 去到最终极元宇宙的目标 那样话是这样的 看甲月方 其实今天他对于元宇宙的理解上面 发展 由哪个发展 可能由龙头公司牵引的 刚才白一方有说到 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这些都可以放在今天论点上去说究竟是福和和的 或者会不会元宇宙将来普及到五单的龙头公司 可能由一些NGO 甚至政府 国家为本的 都可以发展他们的元宇宙 加入下去的时候 会不会其实都会有另外一番的福和和呢 相信其实网上都有讨论的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 就是牵涉到下去发展 你怎样说得到福和和 我不打算和大家拘利于福和和的定义 我也看到月方今天有用到说明解词 也是比较正确 不是正确的 有一个比较中文的解法 但其实无论你去证成福或者和 其实这条题目你很难将它字换成 发展完语 就是人类的好处 是人类的坏处 所以其实我简单理解 福和和是好处和坏处 但是程度可以有分别 所以其实你怎样去令到好处铺大一些 或者坏处大一些呢 我相信今天反方是有尝试到 说有比较到福和和 但是怎样再去晋深一层呢 这个位置其实我想特别提一个 在辩原讲的某一段演变的内容 它里面有这个意识 这个是甲方的结辩 甲方结辩的演变的内容 它有讲到 它讲到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那极限运动 即是一些高危运动 相信其实那个高危运动的位置 它是说有一些人类 有一些人他做不到 他体验不到 而在元宇宙底下 其实他就有一个契机 有一个方法 令到他开展第二的人生 可以体验一些他原本体验不到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好的 但是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抽了他的重点出来 就是他讲到人类现在的生存处境 我相信有很多蛛丝马迹 刚才房前辈也有讲到 其实其实大家觉得 现在人类社会 人类文明的一个世界的情况是怎样 就是充满战争 充满问题 事实上也有一些发展元宇宙的公司的总裁 讲到的 元宇宙其实一个特点就是有文明 所以其实你要去讲 它究竟对人类来说是福还是禍 其实很大程度上你要连结到 人类现在自身最基本层次生活的问题 高点的层次人类整个文明 整个世界面对着什么问题 而宇宙怎样帮到它 或者怎样进一步带来更多的问题 所以这一件事也都是令到大家 可能在主线或在今天条题目的讨论 可以加深一层的 所以概然之 我觉得今天这场辩论比赛 大家正反双方 其实主线十分之正论 讨论的论点也是很构合到的 大家的回应也都很密切 但是在那个的深度 和兼顾整条变题 不同的讨论点上面 可以再在我刚才的小小的留言上面 可以如果再发挥多些 我相信对大家来说的成长 无论他有经验也好 或者是刚刚初入变谈的同学来说 也都能够有点得着 我的点评都以为止 多谢 谢谢黄长安先生 现在有请陈庆泽先生 再为我们的双方辩认给一些评券 谢谢 好 首先都感谢赛会 邀请我做这场比赛的评判 其实关于这场比赛有很多评价 或者双方辩认的表现 或者这场比赛还有什么 可以再探讨下去 其实刚刚两位前辈 就是两位评判 前两位评判也有说了很多 所以在这里可能我再说多一点 我对这场比赛 比赛双方有好 或者评判 都很给我的一些 看完之后我的观感 和一些比较的啟發 看完这场比赛之后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 圆宇宙这个概念的 好像刚刚两位评判所说 其实是会辛苦的 去研究这个概念 因为它始终的而确牵涉了很多 无论是科技发展上 论理上 还是法制上的一些 很多不同范畴 跨范畴的讨论 所以要如何去 在不同范畴之中 去找到和和和福 这两种对于人类群体而言的 论点其实是对于双方来说 我明白今天双方做到的四个论点 左右正反两方加上四个论点 其实感受到已经非常尽力了 所以其实说多一点就是 圆宇宙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还可以讨论什么呢 无论是福还是和 除了法治 和精神健康之外 或者是科技发展之外 我们可以再想多一点就是 今天我们现在说的 圆宇宙的数码产业 或者区域链 或者是等等的这些互联网发展 甚至是再推广到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 一些动漫 或者是日本动漫 例如说 可能有些老 但是我对圆宇宙第一次的 启发或者认知是属于 日本的动漫 刀剑神移和加速世界 它是一个非常类 圆宇宙的概念 大家都是透过AR和VR 甚至是再多一重的虚拟世界 去体验它们 另一种世界的那种游戏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 圆宇宙到底我们沉入了进去 好像今天反方所说 我们今天投入了进去 沉占式做最准了 那我们生活还留下什么呢 就是现实生活还留下什么呢 就好像刚刚评判有说到Matrix的那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反方说精神健康 我觉得可以 在我的话 我自己的启发就是 可能可以再说多一点 就是对于 现实世界真和假 对于人的 或者人类这个群族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真和假这个概念 就是去到 去到最后了 沉占式到最后了 真和假对于人类说 还有没有要分得开的必要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反方可以去做一个思考的一个位置 就是 沉占式他对于人类这个群族的发展来说 复祸来说 他的意义在哪里 或者向另一个方面再说 就是可能 关于元宇宙 他实际上达来了什么 就是好的地方 或者福 今天政府其实有说到 例如推动周边的科技发展 例如航空业 医疗等等 或者是令到 另外就是 沉占的体验 令到人幸福 极限运动等等 但是会不会都可以向多一点点的角度 因为始终我自己个人认为 幸福感这件事情 或者满不满足欲望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 辩提今天所说的 人类这个整体族群来说 好像 说得不够 贴族的概念 而是太过于 用幸福感这件事情 可能就会太过于 个人化了一点点 那 怎样可以令到元宇宙 带来的好 例如科技发展也好 例如说 真是说 另一个新世界 大家是平等发展 又或者是 和现今世界 不再是一样用 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 等等 不再利用 钱来衡量 人的价值之后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会不会都是 元宇宙 为人类这个整体 带来的 更加宏大一点的 福 其实我觉得 正方可以在 这个方面去想多一点 就是相对于 我们说的 个人的幸福感 又或者是 社群的 元宇宙上的联系 会不会再说多一点 就是元宇宙 对于整个人类族群 即是不再分 是什么国籍的人 甚至是什么社区的人 单论人类本质而言 的那种意义 可能我们在 正反双方刚刚都说过 就是可能如果就着这个 族群再讨论多一点 我个人会觉得 在论点的力度上 会再强一点 双方 打出来的 但是 今天大家 正反双方推出的 四个点 其实我都觉得 正如刚刚 两位评判所说的 其实都是合理 亦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刚刚就是我对于 正反双方听完之后的一些 小小的想法 轻轻说一下双方的表现 毕竟刚刚两位评判都说了 其实很明显可以感受到 在场有比较 清洁一点点的变缘 也有比较 熟手一点点的变缘 所以可以 清洁一点点的变缘 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在互相 例如说 如何在用例子运用 或者是全式例子上 可以做得好一点点 因为今天在场 其实都听了几次 有关于Minecraft的例子 但是这个例子 先不论它有没有问题 但是可以 想想一下就是Minecraft 例如今天 说Minecraft的装备 被女生抢走了 然后令到她 很不开心的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想想 会有其他更加 清晰一点的喘息方式 就是带出你今天 例如反方你们想说的 精神健康这种方法 可以再直接带出来 反而今天你们用的喘息方法 可能就未必那么直接 可以连续到你们今天的论点 其实所以很多例子上的 其实都未能够 我自己的角度而言 可能都跟你们的论点 构近程度 或者直接推论到的程度 都差一点点 所以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 辩元上面的能力上 我觉得 可以再严谨一点去想清楚 就是你们的例子论据 和你们的论点之间 推得有没有 即是感密性 和你们推足够的 去到一些点 就是可以听到 就是去到一些论点 其实未尽 推到未尽 但是就会停了 这样就对于你们的论点 和内容的心法上 可能就会差一点点 最后总结 这场比赛 其实双方的表现 刚刚两位评估都说了很多 其实对于我来说 两边的表现 其实到今天比赛 都旗鼓相当 双方都 所以可能最后在分子上 分差都不会太大 所以最主要我觉得 双方可以透过分子 真的看回 就是大家对于 除了真的看分差之后 可以再看多一点点 就是变位上 大家如何去 处理得好不好 这件事情 我觉得更加重要 还有刚刚 我们三位评判 所带给大家的一些 看法又好 意见都好 我觉得会比 今场的分子会重要多一点点 是 我就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 好 谢谢 先生 接下来会宣布赛果 在今次报赛果之前 首先为大家公布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奖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 返方第二负辩 郑明娟同学 恭喜 现在为大家宣布赛果 今天的辩题是 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福或和 由正方马锦明慈善基金马陈端起 纪念中学 对返方圣公会女名才中学 赛果为0比3 由返方胜出 恭喜 今场的比赛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